再来看到的是至于在金融业的部分 金管会刚刚公布了 我国受到越南排华暴动影响的上市公司 一共有33家 上柜公司则是10家 另外有39家的本国银行 对越南的受信以及投资总铺险金额 大约达到了新台币705亿元 其中受信的余额是642亿元 投资余额则是63亿元 国金管会也再次强调 这些数据不是实际的损失金额